小荣 解锁 我现在算是无家可归了 你经常无家可归我都习惯了 说吧 又怎么来 是这样的 我呢 有一个朋友 他被包办了婚姻 然后嫁给了一个陌生男人 然后他被包办了婚姻 然后我这个朋友吧 肯定也是太优秀了 这个男的对他一见钟情 可是这个男的又怕唐突了我的朋友 于是就假扮求我朋友的领导去追求他 可现在问题来了 我朋友知道了这个事 请问 如果你是我的朋友 你会原谅他吗 当然原谅他了 你想想 一个男人为了一个女人 费尽了所有的心思 可见这个女人在他心目中的重要性 当然你那个朋友怎么想的呀 他有一点生气 但是更多的可能是 不好意思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就是 我朋友在不知道他身份的时候 两个人可能会有 一点点 一点点 亲密举动 一点点的亲密举动 睡了 没有 你别想太多了 思想单纯一点 那就是 轻轻抱抱举高高了 差不多吧 这有什么的 成年人的恋爱吗 很正常啊 可是你想一下啊 你说 白天 这个男的占你便宜 晚上 另外一个男的开你游 这重点是 他们还是同一个男的 难道你 就不会 止于见到他这张脸吗 会是会 是吧 那跟你吴家可贵有什么关系啊 你等会儿我接个电话 所以 你刚刚说的那个朋友就是你自己 你 温经理就是那个男主角 是谁跟你说的 月月 你在你朋友家就好 你别生气了 你不能出卖我 小月月 你绝对不能原谅他 没想到他是这样的温经理 满嘴火车阴险狡诈 套路 都是套路 你这个脑子 你结了婚怎么玩得过他呀 可你刚刚还不是那么说的 你说可以原谅他 刚刚不重要 重点是 他怎么能够骗人呢 我还以为他真的是温经理 他倒好 一个老板 为了泡妞 全公司的人陪着他演戏 他这是 无视工作岗位的神圣系 无视我们每一个人 这工作的员工 工作有多辛苦啊 气死我了 真的气死我 你不要消气 你不要生气了啊 对不起 太不经验了 是是是 我太平了 拼死拼活